作词 李宗盛 注定遇见 突然靠近心动的感觉 每颗谎言都变得好甜 爱有点狼狈 我却更喜欢 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易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易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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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你来了这么长时间 舅舅 连对向阳的饭都没请你吃过 你舅妈那手艺 我知道你也不爱吃 所以呢 今天就找了这个地方 你看 我也不知道你口味 你尝尝啊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是这样啊 之前的事 是你舅妈和小晴的部队 你骂得对 他们该骂 我也骂了他们好几天呢 这些年 你在我们家 受委屈了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该说的不该说的 那天我都已经说了 好 不提不提 不提了好 其实呢 我们今天 就是想麻烦你 你看 小晴被李哲开除了 直到现在呢 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所以我就 这个忙 我帮不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能去你们公司 端茶递水 干什么都行 对吧小晴 是这样啊 小晴呢 在招聘网站上 看到你们公司在招人 所以呢 我就 不可能 一人哪 舅妈 我真的觉得 我之前 我那天做得太冲动了 我不对 真的我向你检讨 我真的不对 舅妈太自私 太过分 太不是人了 你看我 我真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才能让你消消气 你消消气好不好 舅妈怎么做都行 你看 要不你 你就打舅妈一顿 对对对 你打我一顿 你把我打一顿 你就消气了就好了 妈妈你别叫 好不好好 你你你快坐下吧 不是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 你坐下 坐下 一人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想 我们明明是一起长大的姐妹俩 怎么会闹成这样 我现在想明白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一直都嫉妒你 嫉妒你比我漂亮 比我聪明 比我学习好 还比我讨人喜欢 我特别害怕 你会把那些属于我的爱和关心 都抢走 所以我才会不自觉地 总想要抢你的东西 可是我真的没想过 这样做会伤害到你 我本来也不想来求你的 因为我知道 自己真的是没有脸见你 可我又真的不想 没了你这个妹妹 依然 以前是我不懂事 我一个做姐姐的 从来就没有好好照顾过你 还总欺负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好好相处好不好 就算这次你不愿意帮我也没关系 我可以不要工作 但我还想做你的姐姐 好吗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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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说好了我请客 你怎么还把账结了呢 拿着 舅舅 这顿饭不便宜 现在舅妈和雨晴都没有工作 能省点就省点吧 我再缺钱 也不差给自己外甥女儿吃顿饭吧 你就拿着吧 别再让舅舅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其实我 我不想来麻烦你的 可是这两天 小琴在家里一直哭 你舅妈也跟着哭 我真的是 其实你舅妈这个人啊 她就是心眼太小 我在家里啊 有很多事我说不上话 你知道吗 我都明白 舅舅 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雨晴的事 你让我再想想吧 好 你慢慢想 慢慢考虑 那我就替小琴 谢谢你了 那你好好保重身体 好 所以 你又心软了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人活着 总归会有牵绊的 毕竟是她把你养大的 而且你舅舅这个人吧 除了怕老婆 其实人挺好的 能看出来 她是真的把你当成一家人 小的时候 舅妈每次买来水果 都把又大又好的给姐姐 剩下的才是我的 有一次我去学校 看见书包里有一个又大又红的大苹果 就是舅舅偷偷塞给我的 你知道吗 我舅舅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求过我 我一直希望 你能摆脱他们给你带来的伤害 并不是想让你们断绝关系 况且血缘关系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就像你和你爸爸这样 方知遥 你说 作为女朋友 请你寻个私 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 那就要看你 怎么贿赂我了 那你闭上眼睛 这什么呀 丹粉的初吻够不够 当然不够 所以你想好了 我想看在舅舅的面子上 再帮他们一次 更重要的是 我现在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 就像我说的 现在任何人做任何事 都伤害不了我了 好 我明天就去找贺语文聊一聊 毕竟招人是行政部的事 得他先同意才行 明白 有一个做老板的男朋友就是好 那可 是 这个呢就是初级助理 打打杂的 还用得着您亲自筛选啊 我的人当然是得由我自己选 不是信不过你 我只是更相信我自己 这个呀 我问过了 她是许一人的表姐 亲戚在一个部门 不太合适 不合适算了 没关系 放这儿吧 贺总 贺总 那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 不用 跟你也有关系 这个 原本我也想找你说这件事 它是一人的表姐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优先考虑一下 对不起啊 贺总 我知道这样不太好 但是 于今她还是有一些工作经验的 不过 一切都以你的意愿为准 没错 行政部是你的 我不干涉 没关系 反正就是一个初级助理而已 看来是我都管闲事了 我去跟她解释一下 贺总 贺总 您听我解释 于晴的事是我求了方志友 如果您觉得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我向您道歉 你就当我没说过 所以你现在是在我面前炫耀 你可以在方志友面前吹枕边疯了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紧张干嘛 我现在是不是不能在你面前开玩笑了 于晴就是你说的那个 总是跟你抢东西的表姐 嗯 是 那你还让方志友招他进来了 他这个人虽然毛病有点多 但是人也挺机灵的 在行政部做一个初级助理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在担心我吗 少自作多情了 方志友连我都抢不走 就凭他 你要知道 这个世上有知错能改的人 也有执迷不悟的 你自己还是小心点好 知道了 谢谢你 人我可以招进来 但如果他表现不好 我一样不会留 都听你的 谢谢何总 大家都停一下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初级助理 以后有什么基础性的工作 都可以交给他 大家好 我叫于晴 以后还请大家多关照 那正好 我这儿有五份文件 帮我打印一下 五份哦 谢谢 这真的是太巧了 我刚好有几份文件 要送去会议室 麻烦你了 谢谢 这个呢 是这个月的考情表 和报销单 帮我送去财务 谢谢啊 依然 你来了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中午有点事 你自己吃吧 好 不用说谢谢 我没要咖啡 我特意做的 一人特制黑咖啡 尝尝吧 嗯 不错啊 我得让洛阳 好好跟你学学了 不用 以后你想喝 随时叫我 你是方之友的助理 不是我的 贺总的咖啡 当然是洛阳负责 但是文姐的 我报了 怎么你这是 因为我把你表姐 招进公司 的原因吗 不是 是因为那个 招我进公司 一直像一个姐姐一样 照顾我的文姐 又回来了 对不起 我之前 以为你是因为 我让方之友 招预情进来 不高兴 但没想到 其实你是担心 预情欺负我 那我也不代表 就这样放弃了 方之友 我知道 你只喝黑咖啡 但是 偶尔加点糖 味道也不错 心情还会变得更好 那我先出去了 嗯 进来 徐教授 有人找你 徐教授 你好 你是 我叫李哲 很多年前 我们在方之友家见过 你还帮我妈妈治过病 哦 想起来了 我今天来拜访您 是有件事情想求证一下 哦 坐下说吧 不用了 我就是想问 方之友的父亲方展阳 是不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严重吗 你说什么我不懂啊 您是方家的主治医生 他的身体情况 你应该最清楚吧 方展阳是我的病人 但是你所提的问题 涉及到了我病人的意思 我不方便回答 你请吧 月亮湾这个项目正式开始了 设计部可以好好休息了 都辛苦了 这次真的是辛苦了 方总 要不 犒劳犒劳大家 好吗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又能吃饭又能打球 还能玩狼人杀呢 需要的话我这就去订 狼人杀我行啊 就你这演技还狼人杀呢 你还挺机灵的 我这还有那地方的图片 大家看看喜不喜欢 来 来 看看 你怎么把这祖宗给弄进来了 这不给自己埋雷吗 没那么严重 他已经在李晨那儿受过教训了 应该会好好工作的 不是 我该说你心大呢 还是说你脑袋灌满水盐了 回到我们家下跌 肯定好好输了你 你要是敢在他那嚼舌根子 我就把你瞒的事告诉他 错了错了 你赢了 徐一人 你说去哪儿玩好啊 于晴刚才说的那个地方 就挺好的 那就这么定吧 散会 我说方之友 这辽媚技术越来越强了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不行 我得跟他好好学学 你知道吗 他刚才那就是明摆着告诉所有的人 他只在乎你的意见 我看你们俩也不相上下 你不是把夏地也哄得挺开心的 你说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总要有秘密呢 你到底要瞒夏地多久 夏地的妈妈已经知道了 我感觉你这事早晚得传绑 话是肯定要说的 但是我还怕 你说他会不会一生气 他就不要我了 我现在是越不说就越怕 越怕就越不敢说 我这算不算 自己给自己挖坑埋来的杰出代表 要是以前呢 我肯定会劝你 能慢多久慢多久 但是现在 我觉得 坦诚最重要 坦诚 我决定了 决定坦白了 我决定向夏地求婚 我决定啊 先下定金 先把他跟我绑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再生我气了 你这个逻辑 有点儿 祝你成功 吓死我了 刚刚跟顾博聊什么呢 聊那么久 连顾博的醋你也吃啊 反正只要你周围 出现雄性生物 我都不太开心 你笑什么呢 笑什么呢 你 你为什么 都不吃醋啊 我吃啊 只不过 你看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出来 我看不出来 我怎么知道 你吃醋啊 你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 总之 以后 我让你不开心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吗 嗯 那你在这儿等我 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今天晚上 我就不回去吃饭了 我得回家一趟 你 准备好面对你爸爸了 那要我陪你吗 不用 那也好 你们两个 真的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但是 无论结果如何 都别为难自己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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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一人 我们见个面吧 方展阳是我的病人 但是你所提的问题 涉及到了我病人的隐私 我不方便回答 好 曲教授你见过吧 他声音你应该能听出来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曲教授作为医生 保护自己病人的隐私 这有什么问题吗 曲教授的确是个好大夫 可惜他没找到好助手 方展阳 他前一阵的身体 的确是出了点问题 找曲教授看了一阵子 不过 那是因为工作强度过大 有点高血压 阿尔兹海默症 没听说他有这个病了 你确定 或许是曲教授 没告诉你呢 也有这个可能 但方展阳的病历 一直都是我整理的 也没见过曲教授 给他开 支流阿尔兹海默症的药 你可能觉得这些录音 都是我伪造的 没关系 我也不是一定要让你相信 我只是提醒你 方展阳就是个 满口谎言的伪君子 他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方律师 您的帮忘了拿 瞧着我这记性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年纪大了 所以 也不是一定要让我相信 方展阳的 对吧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方家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总劝我原谅他们 可事实上呢 方展阳到现在都没有 一丝一毫地悔过 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这样的人 你让我怎么原谅 可就凭去教授助手说的这几句话 也不能证明方叔叔就是在骗人吧 人啊 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没关系了 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自己想办法证明 我 我 你会的 为了方之友 你都会的 爸 你生病了吗 为什么要吃啊 老爸最近睡眠不好 这是安眠药 安眠药 嗯 爸 哥来了 回来了 你回自己的家干嘛还要安门领啊 你难道没有药是吗 我来不时跟你吵架的 世语 功课做完了吗 想跟爸丹东聊就只是说 问我功课多伤感情 爸 你刚才不是吃过了吗 为什么还吃啊 这可是安眠药 我是检查一下还剩多少 我见过屈教授了 他说你这个病是不可逆的 只会越来越差 啊 只有啊 你干嘛总是说话这么不招人爱听啊 像你这样得罪了多少客户啊 你怎么知道我得罪客户啊 这些年来 不管是方元还是你的事情 几乎没有我不知道的 你可以不愿意要我这个老爸 但我可不能不管你这个儿子 爸 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 想谈什么 你知道我想谈什么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欺骗我们的事是事实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因为你是大名鼎鼎鼎的方展阳 在你心里 事实和真相 根本不重要 你在乎的 只是赢 嗯 只有啊 你当年年纪还小 什么事情你都理解不了 你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难道你还不懂吗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欺骗所有人 包括你的亲儿子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懂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只有 你就认为李哲的爸爸 从来没有骗过人吗 他只是运气不好 才做了别人的替罪羊 你怎么可以毁了一个家庭 还这么心安理得地说出这种话 当初要不是你骗了我们 李叔叔会把证据交给你吗 你又怎么可能赢得了那场官司 只有啊 那场官司如果不是我 李景洪会说得更惨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就告诉我 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 你当初明明答应了要帮李叔叔辩护 最后却成了原告的律师 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 你知不知道 你那样做对我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我是想过 当年你有可能会不开心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离家出走 我是没有办法面对一个 满口谎言的父亲 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那一句是真 哪一句是假 一个可以把谎言说得天衣无缝的人 你真的很可怕 是的 儿子 我知道我错了 那我今天就向你认错 只有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你要道歉的对象不是我 我说过 让我跟李景洪道歉 绝对不可能 我知道 你会是这个答案 但是这一次 只要你一天不答应 我一天不会放弃的 爸 如果你真的还在乎我 你就好好考虑一下 我等你的答复 来 哥 来都来了 今天晚上就别走呗 我改天还会再来呢 你看都打雷了 晚上肯定得下雨 开车又不安全 就一晚上 我求求你了 我请大家顾问 我会想说 我会想说 你做什么事 我想想做好事 我会想做好事 你会想做好事 我会想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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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哥 我能跟你一起睡吗 不能 小时候一下雨 我就喜欢落在你的房间 就每不走 每次都是我睡着了 你才把我抱回去 自从你不在家了以后 老爸连让我进你的房间 都不让进 怎么感觉你的床 比我比较舒服 也不认到 老爸今晚能不能 睡得好一点 虽然他不说 但是我心里都知道 你回来 他特别的高兴 你跟他吵架都行 这个家 真的是太安静了 有你在 怎么可能会安静呢 诗语 诗语 赶紧回屋睡觉去啊 都长那么大了 你快走 回自语屋睡觉去 好 好了 好 知道吗 你别听吵架 你不听吵架 你喝架架 吗 你喝架架 你知吵架 啊 好 你不听吵架 你不听吵架架 真 Answer 吵架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回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晚上不回来 怎么还在这里等我 没等你 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你昨天晚上没睡吗 差不多 聊得不愉快 还行吧 一流之内 吃早饭吧 我买了粥 你感冒了 我去给你找点感冒药 没事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那 你就去歇一会吧 反正公司上午也没什么事 不用 这样就好了 我手脏 你真的没事 假的 假的 昨天晚上 我一直都在想小时候的事情 想到我妈妈煮的饭 还有父亲忙碌的背影 还有每次下雨天 事与赖再无不肯走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 原来不是那样的 现在回去也不晚啊 你爸身体怎么样了 昨天要不是施玉拦着的话 他差点吃了两次药 施玉也知道了 施玉以为那是安眠药 我觉得你有时间 还是要去找一下徐教授 毕竟后续的治疗方案 也是很重要的 我会的 我想去看看你爸爸 你不用勉强自己的 不勉强 我觉得叔叔还挺喜欢我的 所以 我多去看看他 还能加一点印象分的 谢谢你 不用客气 那你现在就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看你这个样子 别人还以为我虐待你呢 可是我 不许反驳 听话 去吧 谢谢 你这是少女漫画 不适合他这种斋的 也对 这个 你刚被我说中了吧 他一会儿肯定满 他年纪太小了 看不懂你这漫画里的深意 你再等等 深意 我怎么不知道这漫画里有什么深意啊 这个 这个肯定可以 哎 顾波 他看的还挺认真的 对啊 是我 你等一会儿 干嘛去啊 我给你开个挂 这个漫画这画风挺特别的啊 之前从来没看过 这个故事情节感觉也是跟别的漫画不一样 不说谎的男人 这个人是有意思 这个作者简直是天才 哇 绝了真的 哎 不是 你别走啊 你刚看第一本 这还有第二本呢 我们可以 called 我 了 好 我 了 我 我在 城外那棵 最耀眼的太阳 谁会关心天黑它去哪 等着月亮 把夜全部擦亮 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 梦总欢呼 如朝夕都落下 回到房间 总自问自答 孤单总不声不响 却像张望龙朝霞 身边越是安静 心越是喧哗 旋转不满高楼 打下翻唱着生活 有谁看见乐观背后要脆弱 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无声 汹涌 镜子里的自己 那个人像我 从没光灯回到角落 分岔着生活 好多疑问 丢尽时光的下落 恨在房间 却像漂浮宇宙的黑洞 世面是清醒的 做现实的梦 谢谢你 感谢观看